上帝奖励的服从基督徒 敢上帝在他们的身体系统 以及他们不能悲伤他 圣经说明 做你不知道你是四的神 那的精神上帝居住在吗 如果有人亵渎圣殿的上帝 上帝将毁灭他 唯上帝寺庙是神圣的 寺庙你的是依西欧尔 三冒号十六至十七日教训 我们人类没有最终权利在我们的机构 但是上帝的权威 因此每个基督徒都必须明白 他他的身体是上帝的圣灵 必须培养可怕他 我们必须警惕我们做什么来我们的身体 我们必须仔细管理他维护神圣不可侵犯的生活 然而重要的是提杂智性损坏的人的身体和心灵 他们迫使我们能在敌意于上帝 我们必须停止性罪身体 因残割和其他被禁止的活动 这样上帝可以荣耀在我们的生活 祷告 亲爱的上帝 我很抱歉 我是如何处理不当我的身体 我现在意识到 我的身体就是你的寺庙 我不能破坏它 因此我将保护我的身体 为你荣耀 请帮我保持清醒 你将会判断每一个身体不雅的活动 帮助我维持 我的身体是神圣 这样我不会被谴责在你的存在 审判日 使我保持忠诚和一致的 关系与你一整天 我的生命 使我可以输入你的王国 在耶稣基督的名让我的 请求 阿们